海水平抵法 等于sine x 現在這些東西都是直接從第一算下來就可以了 你算一下這個時候 可 sin x 指數 那么这个就等于limit sin x 加 h 减去 sin x 加 h 去 0 对吧 这就是导数第一了 那么这个计划和套话一起算小了 这就是两倍 limit h 去 0 这就是两倍 sin 2 分次 a 减 b 这就是 h cos 2 分次 a 加 b 那就是两倍 x 加 h 再次数加 h 对吧 这就是导数在里面 然后你就把这个 2 放到这下面 把这个 2 放到下面 那么这边放到下面 一看 h 去 0 这个线就是 1 所以这线用线的线 而这个线的 h 去 0 的时候 这线用线的线是连续线 h 去 0 就是 cos 2 分次 a 所以这个 h 去线的时候 马上就看好了 这个线用线是 1 这个线用线是 1 这个线用线是 1 所以马上就算是线用线 对不对 h 去线用线是 1 这个线用线是 1 这个 h 去线用线就是 cos x 因为它在里面这样 所以这个是可以 同样的一样做法 就我们会过去重过了 cos x 的导数是 2 的 sin x 那你就把 cos x 的合照发解 就是那种 这个 cos x 好 这是 就是 下面呢 我们在讲书那里 是对数的导数 算对数的导数 算对数的导数 就是 sin cos x 2 现在我们来看看 对数的导数导数 f x 可以 log 以 a 位体的对数 它的导数就是 log x 就是 a 位体的对数 那么还是这样 这个 f v p x 呢 按到第一 就是 limit h 去线 然后呢 log a x 加 h 减去 log a x 加 h 这个就是 解算的时候 这个就是 limit h 去线的时候 这个两个一减 解算的时候 解算的时候 log a x 加 h 从 x 所以就是 1 加上 x 分 x 然后就是 h 分 x h 分 x 就对这样做 所以 这个就等于 这个就等于 我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limit h 去线 这个就是 h 分 x 了 所以 h 分 x 我刚才可以把它拿到上面去了 log a 1 加上 x 分 x 这个就是 h 分 x 这个就是 h 分 x 对吧 这个 h 分 x 我放到对数这个 好像是间话上去 h 分 x 了 就是 h 分 x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呢 乘一个 x 除一个 x 它就等了 我在这个地方 这是 1 我乘一个 x 除一个 x 这个方式原来是一样的了 然后放这个 x 分 x 再拿下来 再加上 这个 h 没关系 所以我可以把它写成 x 分 x limit h 去线的时候 log a 1 加上 x 分 x 1 加上 x 分 x 然后 x 除一个 h 如果我把这个 x 分 x 去线 y 的话 那么 h 去线 y 去线 所以这个就代表 x 分 x 分 x 所以 limit y 去线 y 的时候 log a 1 加上 y x 分 x 分 x 就是 y h 分 x 分 x 就是 y 而log 这个对数还是连续 这个解线可以拿进来 解线一拿进来 解线一拿进来 这个解线就一样 所以马上就算 这个解线 x 分 x 解线 x 分 xi 解线 Type 9 解线 x 了解线 x 解线 x 分 x 解线 x 分 x 就等于 log a x 的倒数, 就等于 x 分之 1 再乘到 log a.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 如果我这个对数不要去 a 位底, 去 e 位底不好呢? 如果去 e 位底, 大家看, log e 位底的对数, 我就不写了,对数倒数。 这是 e 位底, a 就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对数要去 e 位底呢? 好处在这个地方好, 对数的倒数就是 x, 否则你要拖一个东西很麻烦, 否则你要拖一个东西很麻烦, 这很不方便。 所以这就是对数, 取 e 位底的一个主要道理。 下面我再看, 这是对数的倒数, 指数的 5 倒数呢? 我们书上就放到, 学完反弹数再来学, 那么其他呢, 直接做也很容易, 我来直接做一下, 直接做也很容易。 我们算一下 a x 倒数, a x 倒数我们来算一下, 书上就是有了反弹数, a x 对数了反弹数, 再来算, 这也可以, 我们现在直接从 b 算一下, 比这个还简单一下, 你看, a x 倒数到第一个怎么办? 是得 limit h 去 0, 这是 a x 加 h 减去 a x, 是吧? a x 除 h 吧? a x 除 h 吧? 它就导致 d 就这样, 这个东西 a x 我可以把 x 取出来, 这就得 limit h 去 0 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是 a x, 这里面是 a h 减去 e, 除 h, 对吧? 这个 a x 可以拿到外面了, h 没关系了, a x 一拿出去以后, 这里头几线是什么? ok? 正式过的, 这个就等于 a x, ok? 所以, 那三个解析, 我们都用上了, 对吧? 这里又用到 a x 解约, 所以 a x 的导数, 是等于 a x 自己成的老个 f, 如果你想, 如果 s 1 的话呢, 多方便? e x 导数呢? 就是 a x, 所以, e x 就是 log 为 0, 所以, 这个 1 这个数, 十分比较不一样, 它有很大的方便的理由, 对不对? 很大的方便的理由, 所以, e x 导数呢? 所以, 原意就是, 你这个解析是 e, 一加 x 嘛, 这解析是 e, 所以, 这个我们说, 去对数, 为什么要用这很多道理, 就是这也是一个道理, 一页是吧, 不正呢, 你要拖一个东西, 那是很麻烦的事情, 好, 那么, 这些基本的触动函数, 就是导数, 我们就算了, 那剩下来呢, 比如说, 两样是相加相乘, 也就是导数的运算法则了, 这里我们讲几个运算法则, 那么, 这个运算法则呢, 跟普通的不完结一样, 不是, 是, 成的, 就该的成分是这样的, 好, 我们来讲一下运算法则, 这些基本的触动函数, 基本的触动函数, 它就导数计算, 我这些工程的大概就记住它了, 好, 好, 所以说嘛, 是这样的, 这个也要记住它, 我说一个定义再写吧, 是, FG, FG, 在X处, 合导, 算FG, 在X处, 合导, 两样处, 两样处, 在这些合导, 那么, 我们就这样, 那么, F加G, 一个是, F-G, 在这点导数, 就等于F导数, 加减G导数, 这个简单, 这个简单, 就是, 加减化, 可以分开做, 你完了, 乘法就不是简单, F乘了G的导数, 那就不是, 不要像加法, 就是F的导数乘G的导数, 那就错了, 这个应该等于F球角导数, 再乘了G, 再加上G球角导数, 再乘了F, 应该这样, 所以这个不一样的, 不要多延用, 就可以分开, 除法就更麻烦些了, F除那极的导数, F除一极的导数, 那是这样算的, 先在分子上, 就导数, 结果要成成长分母, 再减去分母, 就导数, 再成长分子, 再除以分母的平方, 所以这个公司稍微麻烦你了, 当然这个假定是GX不是0, GX是0, 这些部分呢, 大家要记住, 这个就是分子之导数成分母, 再减掉, 也不是加, 减掉分母之导数成分子,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我算一下, 从证明过程去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就不清楚了,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 这个就不清楚了, 加分子之导数, 好, 我们算是了, FG, 这个就导数, 按照定义的, H去0, 当然就等于它, F, X加H, 从GX加H, 减去FX, 从GX, 从GX, 重演去, 按照定义的,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组织, 就有定义的, 就等于, 这两个就是产生, 在这点数, 减去, 产生在这点数, 那这个你直接把, 老妈把我们加一下, 减一下了, 这个就等于Limit, H去0, 这个我把F, X加H, G, X加H, 减去了, 我贴上一个F, X, 乘了G, 加X加H, 贴上一个F, 这个GX拿出来, 这个就出来, 这个就很好, 然后贴上一个, 要加上一个F, XX, GX加H, 这个就可以没了一样, 然后再减去, FX加H, 这个就没什么区别了, 然后再做H, 所以这里算了, 你把这些分开来算, 把这些分开, 这个分开, 第一个就是Limit, H去0, 这个上头, FX加H, 减去FX, H拿出来, 这个GX加H, H这个公因子, 我们先在这儿, GX加H, 把H进去, 然后加到后头一半, 后头一半就是这样, Limit, H去0, FX这个公因子了, FX这个公因子根本就给拿出来了, 因为跟H没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FX, 再Limit, H去0, 然后它就是GX加H, 减去X, 好, 所以这样下去, F是可导的, 所以这个曲级线, 这就是F, G呢, 因为它是可导的, 所以它在这边是连续的, 对吧, 我们证明过, 所以G在这边可导, 可导的话, 它在这边是连续的, 所以H去0, 那就是FX, 这边是FX, 这边是FX, 这边是GX, 所以这个曲导的数法公司是这样的, 是, 一个曲导的数, 一个不动, 再加上另外一个曲导的数, 另外, 这两个加起来, 对, 对, 那么, 除物法的道理是一样的, 除物法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来算一下, 我来算一下, 这个都没什么难的, 这个没什么难的, FG, 它的导数,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Limit, H去0, 这个就是FX加H, GX加H, 减去FX, 比上GX, 再除了H了, 对吧, 这是这样一个东西, 好, 这个你通风一下, 你马上就看出来, 这个是Limit, H去0, 对吧, 通风一下, 然后这个上面就是FX加H, GX, 对吧, 减去FX, 然后GX加H, 然后除以GX, GX加H, 再乘到H, 这个两个东西, S去去0的, 这个就是G平方了, 对不对, 因为G不是0, 我GX不是0, 所以这个我把这个解线拿出来好了, 所以这个就等于G平方就拿出来了, 对吧, 这个解线就是G平方, H去0, 这个G可导的嘛, 这个上面的解线也是这样的, 我跟老办法的弄一下了, H去0, 那么FX加H呢, 我把它FX加H, GX, 我减去FX, 我减去FX, GX, 加上FX, GX, 然后再减去这一项, FX, GX加H, 下面还是H了, 减一下加H, 跟刚才一样的, 对吧, 然后你这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对吧, 这个G, 供应值拿出来, FX加H, 所以就是导数, 所以这个一下, 这个是G平方一下, 这里头呢就是F, 这就是F1P, 所以这就是F1PX, 乘上GX, 这个地方呢, FX拿出来是GX减去GX加H, 应该是负号换过来了, 所以就变成负的GX, 乘上FX, 对吧, 因为GX加H就在后头, 那么你要捡过来, 这应该是负的了, 所以GXPX, 这是FX, 所以这个多字, 这些大家自己退一会啊, 这用不到, 仔细地讲一下, 所以呢, 加接乘数的运输法则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就知道了, 那么有了加接乘数的运输法则, 这大家主要要锁链一下啊, 这公式你知道了以后, 你要锁链, 要用一下, 那么, 比如我们来算一下, 算一个, 比如说, 我们来算一个, TinX的导数, 对吧, TinX, Sinecos导数我们都会了, 再算一下Tin的导数, Tin导数, 当然就是SineX比较cosX的导数了, 对吧, 好, 然后用下这个除的公式, 用下除的公式, 除的公式呢, 就是分子就是导数, 乘分母, 分子就是导数, Sine导数是cos, 再乘上分母, 那就导数平方了, 对不对, 减去分母就是导数, 大家看啊, 分子就是导数乘分母, 减去分母就是导数, 再乘分子, 分母就是导数cos, cos就是导数是负的Sine, 负的Sine跟这个证法变成正的了, 然后比如Sine, 再乘上分子, 正好是Sine平方, 然后呢, 是cos平方X, 所以呢, Tin导数是cos分子一, 也就是sec2平方的导数, 就sec2平方, 如果同样道理呢, CotinX, 你这算一下, CotinX导数呢, 就等负的Sine, 平方X分子一, 这一样的算啊, 那么这些都是加渐乘数, 就可以知道了, 下面呢, 我们主要这个, 这个加渐乘数, 因为说都是很简单的啊, 下面呢, 主要来讲一下复合函数, 就是导数的公式啊, 复合函数就是导数的公式, 这是加渐乘数啊, 这个不要谈了, 那么复合函数就导数公式呢, 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碰到很多复合函数啊, 你怎么去算, 这是最重要的啊, 我这定理这样续说, 这样定理这样续说啊, 定理这样续说, 我先把这个定理说一下, 定理这样说, 假如, phi这个函数, 在t0这个地方可导, phi这个函数, 在t0这个地方可导啊, f这个函数呢, 在x0这个地方, x0是什么东西呢? x0是phi在t0这一点的函数值, 不是随便一点, 在x0,x0是phi在t0这一点的函数值, 在x0处, 可导, f在这个地方可导, 在这个假定之下, 假如phi在t0出函数, f在x0出函数, 那么, 我们的结论是这样, 那么, f和phi复合起来, f和phi复合起来, 在t0这个地方可导, 在t0出函数, 复合函数它就是t的函数了, 对吧, 复合起来以后, 它在t0出函数, 而且呢, 它的导数, f和phi在t0这一点导数, 等于什么东西呢? 等于这样的东西, t0这一点导数, 就等于f, 在phi, t0, f的导数, 在phi,t0这一点曲折, phi,t0你也可以写成x0, 然后在phi, 在t0这一点曲折, 那么, 这是我假定f在x0, 在这一点可以求导数, 所以这个数字, 是有意义的, 这个是有意义的, 对吧, 在这一点可导的, 好, 我们来证明一下啊, 证明一下, 证明呢, 我们说phi,f,phi, 这个复合函数在t0这一点导数, 这个当然可以写成这样了, 对吧, 这个就得limit, 我用这个形式写好了, t去t0的时候, f,phi,t减去f,phi,t0除以t减t0, 对吧, 我用这个形式来写, 那么这个当然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这个也就是limit, t减去t0的时候, 这个也就是f,phi,t减去f,phi,t0, t减去t0, 对吧, 也就这个意思了, 那么这个倒数你怎么算法呢, 我说这样, 我说让这个数字, 我就可以写成等于limit,t去t0, 然后这个是f,phi,t减去f,phi,t0, 我下面除一个phi,t减去phi,t0, 再乘一个phi,t减去phi,t0, 再除以t减去t0, 我这样来做,对吧, 我乘一个除一个是可以的了, 然后我去去线, 去去线的时候呢, 当t去0的时候, 我写错了, 多写错了, 这写错了, 不是t去, 当t去t0的时候, 因为phi在t0这一点是可导的了, 所以phi在t0这一点是连续的了, 对吧, 当t去t0的时候, t去t0的时候, phi,t是去phi,t0的, 对吧, 它在这一点连续的嘛, 所以phi,t去phi0的时候啊, 那这个线是什么呢, 这个如果我把, 现在我把x寄成phi,t, 那么x0就是phi,t0了, x0就是phi,t0, 我原来就这样寄的了, 所以这个线也就是f一片, f在phi,t0这一点的导数, 对吧, 这个呢, 就是phi在t0这一点的导数, 这个就是phi在t0这一点的导数, 对吧, 所以这个就, 这个看来就做好了啦, 但这个证明了有一点问题的, 对吧, 问题在什么地方大家看, 就我现在这个整个线过程当中啊, t是不等于t0的, t区t0, t是不等于t0的, 那么t区极限过程, t区不等于t0的时候, phi,t是不是一定不等于phi,t0啊, 因为你这个phi,t不等于phi,t0, 你这个过程才能进行下去啊, 这个并不见得是这样, 即使phi,t在这点连续啊, 可导也不见得是这样, 就我举个例子啊, 就这个证明啊, 是有点毛病的, 我先把这个毛病先说出来, 然后再来说怎么改进它, 比如说, 我看一个这样的例子, 比如我考虑这样的函数, phi,t不是0的时候, 我定义它是t平方3t分之1, t是0的时候, 我定义它是0, 我考虑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当然在整个数字上都有定义啊, 对吧, t不是0的时候, 在整个数字上都有定义的了, 那么它在t等于0这一点, 是不是可以求导数呢? 我们算一下看, 你看看, 这个是limitphi,t-phi0, 在t等于0这一点导数啊, 这个解析存在不存在, 对吧, 就看它在t等于0这一点是不是可导啊, 好, 你算一下, phi0是等于0的了,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phi t除了t, 所以这个就等于limitt去0, 就是t分之1, phi tt去0的t不等于, t不等于就是这个东西了, 也就是t平方3t分之1了, 所以这个就等于limitt去0, 这个是t, sine, t分之1, 这个解析什么呢? 是0, 所以这个函数呢, 在0这一点是可以导数的, 而且导数就是0了, 对吧, 就是0这一点可以导数的, 那么, 我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可以说, phi t就不等于phi0了呢? 就是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里说的, 这个行数叫t0这一刻导, phi t是不是一定t去t0, 是不是就不等于, 两个不相等了呢? 这个不见得, 对吧, 这个phi0是0了, 这个时候phi t是不是不等于phi0了呢? 那不见得, 你看你取个t是什么东西啊? 取t等于npi分之1, n去无穷, 这个t是往0跑的了, 对吧, 而这个时候呢, phi npi分之1, 这等于什么? 这等于0, t等于npi分之1啊, 这就是npi了, npi是0了, 这就等于0, 对吧, 就是说, 这个函数在这一点, t等于0这一点, 这个函数在t等于0这一点, 是可以求导数的, 这个函数在t等于0这一点, 是可以求导数的, 就是我这里假定了, t在这一点0, 可以求导数的, 但是你不能推出来, phi t在t0旁边, 它这个是不相等的, 你有相等的, 你这个证明就不对了了, 对吧, 所以这个证明,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可能等于0, 可能等于, 就以这个为例子吧, 尽管它在0这点可以导数, 当然它在0的附近呢, 还是等于0, 对吧, 等于0, 所以这个呢, 这个证明有点毛病, 那这个毛病, 我怎么样修改一下呢, 这样修改啊, 这个例子就说明这个证明的问题啊, 问题在什么地方, 那么现在就这样来修改一下, 改成这样, 就这个证明这样做, 我重新定义一个函数, 我重新定义一个函数, 我定义一个函数叫gx, 我重新定义一个函数, gx呢定义成这样, x不是x0, x0也就是φT0了, 我记成这样了, φT0了, x等于φT0的时候, 我定义成fx减去f, 你写成φT0也好, 写成φT0也好, 写成x减去φT0, 写成x0也好, 这无所谓啊, x不等于x0的时候, 我这样定义, 这就有意义了, x等于x0, x等于x0的时候呢, 也就是等于φT0的时候呢, 我定义成f1, f1, f1, φT0, 我这样定义, 我另外定义一个函数, 那么我说这个函数啊, 在x0这一点是连续的, 这个函数在x0, 为什么呢? 在x0这一点, limit gx, x去x0, x去x0就是x去φ, 这个就是φ, 那么这个函数也就是, limit x去x0, 那么这个就是fx, 这个就是fx0了, fx0, 这个就是x减去x0了, 那么这个就是f1, 这个就是f1, 这个就是f1, x0这一点就, 我假定这个在这一点可以求倒数的, f在这一点可以求倒数的, 所以这个就是f1, x0, f1,x0也就是φT0,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x, gx在x0这一点的函数值就是这一点了, 所以这也就是gx0的函数值了, 所以gx这个函数在这一点是连续的, 对吧? 我是这样定义的嘛, 在这一点函数值连续的嘛, 对不对? 好, 那么你这样改造一下这个, 那么现在你怎么来证明你这个结论呢? 那我说我现在就这样做了, 我现在就这样做了, 我把这个, 刚才这个过程我就擦掉了啊, 刚才做的有毛病的, 现在呢就这样做, 我说这个时候啊, 我得到这个等式, f5t减去f5t0, 除上t减t0, 我说就等于g5t, 承让ph5t减去ph5t0, t减t0, 我说这个等式是成立的, 你说这个等式成立是什么意思啊? 你现在看, 当x不是ph5t0的时候, 也就是, 这个意思就是ph5t不是ph5t0的时候, ph5t不是ph5t0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等于, ph5t不是ph5t0的时候, 这是ph5t的, 就我现在x不是换成ph5t了吗? 对吧, 当ph5t不是ph5t0的时候, 那么这个等式就是, 就是ph5t减去ph5t0, 除上ph5t减去ph5t0, 然后再乘到这个式子, 那就是这个式当然是对的了, 因为两个消去了, 因为这个是ph5t不等于ph5t0, 这当然可以消去的了, 对吧, 所以当它等于ph5t0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式子, 这个就是ph5t不等于ph5t, 这个等式当然是对的, 当ph5t等于ph5t0, 这个等式为什么对呢? 因为这个是0啊, ph5t等于ph5t0的时候, 当ph5t等于ph5t0的时候, 我这个不是这个式子了, 不是这个式子了, 当ph5t等于ph5t0, 这个等式就写成这样了, ph5t减去ph5t0, 除以t减t0, 等于ph5t等于ph5t0, 我说定义成这样了, f1pph5t0, 再乘成ph5t, 减ph5t0, 除上t减t0, 你说这个时候这个为什么对呢? ph5t等于ph5t0的时候, 我这又写错了, 应该是等于, 当ph5t等于t0的时候, 我说这个是等于这个式子, 对吧? 因为这个时候, 改成这样了, 这个等式为什么成立呢? 因为这个是0啊, 这也是0啊, ph5t等于ph5t0, 这两个是一样的嘛, 这两个也是一样的嘛, 0等于0, 当然是对的了, 也就是说, 这个等式啊, 不管你ph5t等于ph5t0, 或者ph5t不等于ph5t0, 这个等式是成立的, 就说明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等式呢, 比刚才光写那样的等式不行, 那样的就是ph5t等于, 不等于, 等于ph5t0就不对了, 现在ph5t等于ph5t0, 是用这两边相等来成立, 这个等式成立, 好, 然后我就说好了, 你现在不管你ph5t等不等于ph5t0, 这个等式都是对的, 上面这个等式都是对的, 然后我两边让t去t0的极限, t去t0的极限的时候, 这个就是ph5t, 这就是ph5t的导数了, 对吧, 这就是ph5t导数, 这就是导数, 而左边呢, t去t0的极限, 刚才我证明这个函数是连续的, 对吧, 它就等于t去t0的时候, 这个极限就是这个东西, 对吧, 刚才说过了, 它是连续的, 所以这个t去t的极限就是ph5t0, 这个极限就是ph5t0,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呢, 这个公式是对的, 不管你t, 就是刚才这个毛病呢, 如果直接这样写下来, 不做任何说明是有问题的, 就刚才我举个例子就说明它是问题嘛, 那么怎么补救呢, 用这个办法, 造一个这样的函数,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等式呢, 不管你ph5t等不等于ph5t0, 这个等式总是对的, 然后两边去极限, 就得到这个等式, 这个就得到这个等式, 好, 在我们求导数里头, 是最重要的一个公式, 那么大家领会应用, 就会做很多, 很多导数就会算出了啊, 好, 下面我们来算一下例子啊, 我们来算一下例子, 这个公式我写在这儿啊, F, 这个理解这样理解, F5t的导数, 先是对F球导数, 在5t这点曲折, 然后在5h导数, 是这样理解这个公式啊, 好, 我们随便写一些例子啊, 比如书上写的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来, 你随便写一些例子啊, 比如说, 因为很多导数都可以看成佛方式, 比如cos, x五方, 减去六倍, cos, 再cosx, 再加上, 2的x次方, 比如说, 这样理解这样的导数, 这样的导数你怎么做法呢, 你先把它看成, 这个是看成, 第一个导数看成cos, 我这样来说啊, 这个是cosy, 这是y跟这个复合起来, 是不是这样, 就这是这两个导数复合起来, 对不对, cosy跟这个y等于这个两个导数复合起来, 好, 所以对x球导数的时候呢, 按照公式, 先对cos球导数, 你看, 先对cos, 然后把这个导数带进去, cos球导数是负的sine, 对吧, 然后把这一串带进去, 然后这x五方, 减去6倍cosx, 再加上2的x, 然后你做的, 你不要漏掉了啊, 还要乘上phi导数, 就乘上这个函数对x导数, 这个函数导数你就要牢牢的算的了, 所以这个就等于, 好, 这个导数对应做什么呢, x五方导数, 然后这个是加法了, 这个好算了, 对吧, 然后就等于500x四方, 再减去600cosx, 这个常数是可以拿出来的啊, 常数可以拿出来, 就用那个乘法刚才就, c乘上任何个fx, 这个球导数, 就等于c球导数再乘上fx, 加上c加上, 用乘法, 两个看着函数啊, c导数乘上f, 再加上c不动乘上f一片导数, c导数是0了, 所以就等于cf, 也就是常数的导数可以拿出去, 就这件事情, 好, 所以把这个拿出去, 这就等于, 加上600还在那儿, 3x, 对吧, 然后再加上2x倒数, ax倒数, 拿个2, 好, 这就算到这儿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这个是, 刚才我讲了两个函数了, 三个函数复合起来, 四个函数复合起来呢, 是这样, 比如说, u, v, w, 三个函数复合起来, 比如球导数, 这个是怎么做法呢, 这个是这样, 先是u, 你还是这样, 先是u, 一片球导数嘛, 然后呢, 是v, w, 这个复合起来的东西, 放在里头, 然后再加上, 因为按照这个定理, 是他球导数, 他球导数就是, 我写出了, 不是加上啊, 这不是在做乘法, 不是在做这个, 在乘上v一片, 然后是wx, 然后再乘上w一片x, 有一点点往下画, 一点点往下画, 要这样做, 比如说, 我再举个例子啊, 就这个, 大家要学的, 弄得比较熟啊, 比如说, 我还是, 做简单一点的啊, sine, cos, log, sine,cos, 这样啊, 1的x, 5方, 加, 6, 看这个导数怎么说啊, 啊, 好, 现在这个球导数你看啊, 这就等于, sine的导数, 这边cos, 然后里面东西造型, 然后再乘上, cos导数, 这边f的了, f的放在这儿, sine, 然后里面是1的, x5次方, 加6, 然后再乘上, 1的导数, 1的导数是自己的啊, 1x5方, 加到6, 然后再乘上, 它是缝合器了, 再它导数, 是500x4方, 66导数就是0了, 要这样做, 一层都是, 拖廓一层都拖下来, 对不对, 先它导数, 然后再, 把里面东西写上, 不要不写, 写上里面东西, 然后再擴散导数, f的, 我写错了是吧, 啊, 对的是写这儿了, f的sine, 1这个导数, 然后再1再求导数, 1就导数自己啊, 就是1自己, 然后这个还有复合器了, 再求这个导数, 所以不要漏掉这些东西, 求导数不要漏掉, 一层层这样做掉, 就不要漏掉, 嗯, 就是几个几个复合器了呢, 都是, 我再说一下啊, 因为这个我多算几个例子, 下面一个, 反而是我今天不说了啊, 下次再说, 所以我们再举个例子啊, sine log, 比如说, sine log, sine log x, x, x1加x方, 就这样啊, 很多导数, 对吧, 那么你首先呢, sine去导数变cos, 然后就log, x1加x方, 好, 这第一步做好了, 然后就它的导数, 乘上, log的导数是, 倒数啊, 是它的分子一啊, 所以变成1加x方, x, 比如, 这样, 然后再次, 它的导数, 也就是说, 再乘x比上1加x方的导数, 这个球导数, 这个球导数啊, 还比那个麻烦点, 对吧, 这个球导数你要把它写出来, 然后就, 这个球导数等于什么, 是分子球导数, 乘上分母, 减去分母球导数是2x, 再乘上分子, 除以1加x平方, 平方, 然后这个导数啊, 是等于1减去x方, 这个东西下, 就导数球导数很长, 当然这样做, 比你算解线容易的多了, 对不对, 算解线你, 要你算解线这个, 当然算解线不得了了, 很麻烦的了, 所以呢, 我现在生下一个反导数, Arc3还没算, 对吧, 比Arc3, Arc43怎么算去, 那么讲了反导数以后呢, 这个都可以做了啊, 讲了反导数这个定义都可以做了, 所以呢, 等到我下次讲完以后呢, 就是, 大家呢, 中观的导数都会算了, 比如说, 这个反导数的我下次再讲, 这个应用啊, 我下次再来讲啊, 好吧, 今天我就讲到这儿, 下面呢, 我来把写题说一下啊, 写题说一下,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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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你做的时候呢, 那麽你做的时候呢, 你要想办法, 要画到这个, 那麽你把这个, 那麽你把这个, 左边那个分式, 变到, 零这点导数那地方, 就可以用这个条件, 嗯, 第三, 这, 这都是容易的啊, 嗯, 好, 第五个题, 在抛物线Y等于X平方上面, 哪一些点的切线, 平行一直线Y等于4X, 那麽切线, 像我们导数回来以后, 这个切线方式就是这个了, Y等于, 我刚才一开始写的时候, Y等于FX, 对吧, 在X等于X0这一点的切线, 那就是Y减去F, 切线方式就是这样了, Y等于FX0加上F1PX0, X减X0, 这就是过X0Y0这一点的切线, 切线方式, 如果有了切线方式以后呢, 当然知道怎麽去算出来, 嗯, 编辑这些, 好, 第七个题大家看啊, 第七个题, 函数F这X等于A这一点可导, 而且F也不等于人家去求这个数类的极限, 这个极限你一看是啊, 你有没有想起我们曾经学过的东西呢? 这个第七个题啊, 就是这种极限, 是不是一道无穷极限啊? N去N分之一, N去无穷的时候, 上面分子上面是F, 分某下面F, 是N, N去无穷, 是一无穷这种类型, 一无穷这种类型, 我们不是有个办法算的吗? 是算什么? UV, 然后呢, 是U-1乘上V, 这个极限算出来以后, 然后放在指数1上面, 用这个办法来做啊, 不然的话, 你不知道怎么去算它, 有T是容易的啊, 直接按第一算下就可以知道了啊, 好, D翻过来, 翻过来就算导书了, 现在我们已经有, 有这个, 呃, 很多可以算的了, 我们, 有的还没有, 反函数没有, Arc3, Arc3, 我们先不要做它, 做一些会做的D啊, 我们会做, 我们做这样一些D啊, 第一题, 我们做, 13579, 1, 这个做当然, 大家多说了, 1, 3, 5, 7, 9, 13579, 11, 12, 14, 16, 嗯, 20, 21, 20, 21, 大家一定要把这公司段背出来啊, 21, 22, 再做一下, 好了,22, 好, 我们,